大家好,我今天就来开一个全新的系列 今天主要会和大家介绍一下墨尔本的巴士路线的评价 我现在就会讲一条巴士路线就是305 305就是由The Pines Shopping Center开出 它会以市场做总站 非繁忙时间就会以Doncaster Shopping Town 这条巴士路线通常平日早上繁忙时间 只会出到市场 其余星期一至日的巴士 即其他的时间就会以Doncaster Shopping Town 做它的封门 这条巴士路线的途径路线 如果它不是出到市场的话 其实它的路线也很直接 这条巴士路线主要是在 在Anderson's Creek Road的一带居民 也会进入Jaw Street 接着就会经Jaw Street 出回Williamson's Road 即使是这个路线的人 现在大家就会是乘搭巴士 海车我们可以乘搭巴士 可能大家从来自开巴士路线 许多人都会乘搭巴士路线 甚至大家通常都会乘搭巴士路线 也不是说很少可以乘搭巴士路线 其实是和你驾驶的时间 我认为是欠了10至15分钟 这个巴士也会继续进去 最大卖点就是这个巴士 是会继续进去East Alcaster Secondary College 其实这个巴士平时非常无时间 其实效率都是一般般 不会说刺车 可能也有10多个客户左右 但去到一些时间来 可能是早上上班 或者早上上班 这些时间就会通常有 比较多的学生会踏这条线 还有早上出市 多数人都不会选择35出市 因为105出市的路程是会比较远 就是会比较慢 你会问我 那其他人想出市 那些人想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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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那么快就算了 就是可能你说出市 10305出市 可能整个多小时 过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就可能30分钟 就是90分钟才出市 就是906 907 908 相对来说 会比较快 我想最快 可能45分钟 已经可以到市 中心 那些人想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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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可能去上学 下学时 也会有人乘坐的 那去上学的时间 就不需要说 就可能去到上学 的时间 比如三点多钟 那些时间 通常这辆车是迫爆的 就是一些 特别是去 就是去东卡特 去曼斯 那些两个方向 就是整个巴士 都会迫爆的 就是可能是 甚至是没有飞行 整个巴士是 是整个巴士 所以其实这个巴士在上学、放学时间的客户是相对很尴尬的 而且这辆巴士也会逛入Ruffy Lake Park 也有机会有客户会在Ruffy Lake Park下车去这个公园玩 所以整体来说,这辆巴士的客量也不太差 如果是繁忙时间,当然会好些 但如果是飞繁忙时间,那辆巴士的客量也不太差 可能也有十多个客户的客户 放学时间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很多人 你问我会不会,其实去Ruffy Lake Park也有很多选择 我其实都可以达到907 没错,902这辆巴士更加直接 不过这辆巴士主要是服用客户 其实是源自于在Pine Shopping Center 到Jord Street、Anderson Kuro那些客户 你问我,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到Western 有的,如果家常住在Don Castro Road 或者Whatever,住在Tunstall Jackson Court和Gabon Plus这些购物馆 其实乘搭902和907一样都是这么快 我下一集会和大家讲下902和907这些系列 即是九字头出City的系列 那305的总结来说,这辆巴士 非凡膜时间的客户就会差一点 但凡膜时间其实客户都较多 是的,还有我自己个人建议 如果乘搭这个巴士尽量不要选他出City 因为出City真是慢的 即是他们要逛一逛,左逛又逛 变成如果你真的出City 最好选回905,906,907,908 这些巴士是出到City的 那就是会最快 因为其实为什么我说 那些人会乘搭巴士出City呢? 就因为其实物业本出名的City 是特别早上繁忙时间 M3公路是很实斜的 因而巴士有一条特快的巴士连续 所以它可以 还有那些人上班 繁忙时间 那些人都避了 是会驾车入City的 所以多数大家都可能会在 乘搭转转巴士 也都会在其他地方搭巴士进去City 甚至也有些可能会搭火车出City 那巴士就会直接一些 一起车去到 多人会在Melvin Central 其他地方都会进去 好,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